你没看错 这两只黑蒙蒙从天而降的 正是餐饮行业最怕碰到的老鼠 但它偏偏就出现在了一家餐馆内 事情发生在前几天晚上八点半左右 两只老鼠突然从天花板上掉落 一只掉在地上迅速逃窜 另一只则直接落在餐桌上 顾客原本享受美食的惊喜 瞬间变成了惊吓 好好吃着饭 为何就遇上了这种恶心事 事发后 记者也找到了某商场内的涉事餐馆 记者一番询问后 餐馆员工也承认确有歧视 但表示当时的顾客是提前网购了餐券 发现老鼠后 他们随即离开了餐馆 从监控可见 这两只老鼠都是从天花板的位置掉落 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 这家餐馆门店是开放的 天花板的装修比较工业化 设备管道裸露在外 对于店内为何会有老鼠又从何而来 店员也表示不清楚 店员告诉记者 他们都有按照相关规定 每月对店内进行销杀 那老鼠会不会是从后厨跑出的呢 记者随后又进到了餐馆的后厨了解情况 记者看到厨房的垃圾桶大部分都是封闭式的 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洞口 店员表示事发后已经对后厨进行了清理 也没有见到老鼠的踪迹 随后记者通过物业中心联系上了一位商场负责人 因为我们商场看了这么多年 算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还是第一次 对这方面的话我们是很重视的 包括我们的烧杂公司 包括对一般的烧杂问题 因为我们商场是每个月 至少需要两次那个烧杂的 除此害说那个老鼠是在哪里来的话 我们现在是初步认为是他的卫生 卫生就是说可能没有打掉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的话我接下来 就要进行一个大的排查 还有整顿 这位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商场会针对所有餐饮店的环境 和食品卫生展开排查和整顿 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餐桌上的食品安全五小事 方方面面都得多上心 舌尖上的安全还需要大家共同来守护 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这边是中筹谈以右手的 整项